大家好,我是叶教练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太极扇的一些基本动作 如何掌握到开扇、收扇的一些小技巧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手握扇的这个手 它的一些基本动作 我们的手指要相等的一个灵活性 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个手指的一个运动 给它一个波动的一个动作 一节一节,慢慢的 然后最重要是我们要有这个拇指跟我们的围指的一个控制 那扇指里我们要开扇的时候 大拇指锁住我们扇指的第一个节骨 然后用我们的食指推 腕轻轻地翻 开了之后小指控制在最后一个节骨 所以它的扇指就不会再缩回去 从侧面来看,我们的手腕要打直 所以最后一个节骨尽量就是跟我们的手臂平行 然后开扇时其实不需要用太大的力气 主要是我们的手腕的一个翻动 好像说我们开大拇指扣着 使使推 开完之后用我们的小指来做一个固定动作 同样的正面开上 同样的正面开上 下面开的时候手腕不需要用力 如果用太大力的话 扇指很容易就飞出去 拇指扣 食指推 然后用我们的小指来做一个固定动作 横开同样的拇指在上 一 二 三 所以不管你是开哪一个方向 都是固定用我们的拇指 跟我们的尾指 然后手势其实是这个 开的一个动作 好,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堂课见 谢谢 感谢观看